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二號 本週時間為5月19號 這是本週的目錄 第一個星光暴苦香蹄初次登場 那個人搭起來是覺得蠻好玩的 不過相當的賣角 那等一下是能在彈珠日換回的 再特別注意祝各位攻略愉快 5月20號彈珠日的獎勵記得換 星超絕音逸諾音超可愛 初次登場時間5月27號是台灣時間的6點 禁忌26到30b加開 說實話我是沒有想到這次26跟30b會這麼快就加開 個人覺得以正攻的部分來說呢 26跟28還是相對有難度的關卡 如果這次26b 28b稍微比較簡單 或是給玩家另外一個選擇 是對玩家來說是好事 然後30a目前好像全部都是限定 如果30b可以讓一些撲角有機會上場的話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那我猜這次的加開呢 會多一個新1x關 目前禁忌1x就缺目屬性沒有囉 所以我猜1x可能會做給28b喔 然後新火技限定 聖德太子久違的難限定喔 那是在火技 火技的強度又提升啦 那我們來看能力 能力呢貫通速度型 超反傷反傳 超掃雷L 那有真嘛 活力殺所謂衝刺 SS部分呢是加攻加速 每碰到也是弱點威力會提升 這個是進化暗刀的SS 友情部分呢就是拿那個超絕拳風被散彈牆 福爾摩斯的獸神話友情 然後反射衝擊波18 豬八戒的友情喔 記憶體來說 相當的不錯 有三反 然後超掃雷澤 給到L 還能搭配活力殺手N 所以只有前置之下 如果吃到活力殺手N 會有5倍的增傷 那吃到超反傷最高就是6.5倍喔 先不看超反傷 5倍的增傷個人覺得OK 打一些需要攻擊力門檻的怪會很強喔 然後充斥加速度型速度會很快 就可以跑很久 SS部分嘛 剛剛講的是進化暗刀 暗刀的SS是自強化加碰落點 每碰一次落點力量會多0.5倍 最多加5次 所以最高會到3.5倍 所以聖德太子呢 我猜倍率可能會跟暗刀一樣 甚至比暗刀還要高 這個SS配上他自身的高速度 我覺得直歐表現應該會相當的不錯啊 往落點看他去那個傷害會很漂亮 那聖德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 傷害會軟掉 因為超少雷跟火力殺切到後面都會不見嘛 那聖德後面就單純只能靠速度再撐 那後面除了SS跟超反傷 是沒有額外的增傷手段 不過大部分的狀況呢 是聖德太子 基本上都是能切籃的 因為前幾下倍率是真的很高 友情部分呢 有有真的1.5倍的增傷 在小怪比較密集的關卡 這兩個友情會很亮眼 那這次的火技開很久 開5天 剛好我們的禁忌26-30b 剛剛不是講會加開嗎 又很剛好 現在禁忌只剩下木1x還沒出 所以聖德太子 好像有機會撿到28b 至於要不要抽呢 這次米希是有給賀玉關卡 我們最多能拿15抽 火技10抽 這個飛鳥5抽嘛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賀玉10抽白嫖看看 然後我們可以等到23號 確定28b有沒有1x 然後再確定聖德太子是不是最失陣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確定要不要抽 就是我們可以等這個禁忌出來再知道 好那b23.2喔 這是多樂可以找尋受成改功能 這個功能是真的早該開了 然後分類的選項變多還不錯 然後我們的禮霸變成這個 絕集淘汰賽喔 5月26號到6月6號 遊玩方式呢 是我們要打絕集關卡 打贏就能進下一round喔 那這些絕集關卡是官方決定的 目前是大家統一 不過晉級的絕集對手目前不確定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喔 那有分預賽跟本戰喔 預賽跟本戰 共8關 預賽打完才能打本戰阿 打輸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再次挑戰的喔 這邊可以再次挑戰 那不確定能不能喝水 然後你挑戰的這個絕集阿 所持的運氣數越高 他棄權的機率也就越大 所以是變相鼓勵大家疊超寶絕 以下是報仇喔 30顆寶珠不多不少 然後要把正式比賽全破 我們下個月的霸塔 才能直接從29樓開始打 正式比賽全破之後啊 這邊免除預賽的獎勵 所以我們5月把正式比賽全破 我們6月就可以不用打預賽 只要打後面的正式比賽的4關 那搞不好會碰到棄權阿 所以最多 就是應該說最少 我們只要打1關就好 如果你運氣夠好的話 打1關拿30顆寶珠 這件事是有可能發生的 然後下面的勳章是 你在正式比賽都沒死過 就能得到這個勳章 那勳章中間的數字是可以累積的喔 然後再補充喔 絕疾景標賽會根據你打贏的次數越多 之後會出現更加高難度的關卡 所以之後沒意外會有轟絕 這點再特別注意喔 那講一下我對這次 絕疾淘汰賽的感想 目前看下來 我覺得第一個月 努力打完8關絕疾 下個月打正式比賽4關 就能拿到30珠 個人覺得是還不錯的 但是 由於這次砍的是禮霸 那禮霸的定位就是給輕度玩家 也能輕鬆拿到寶珠的一個管道 那假如說之八道後面出現轟絕關卡 如果前三代的話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如果到四代轟之後的話 其實是有點恐怖的喔 這是我的想法 那簡單來說呢 這個絕疾比賽 就是把禮霸更加簡化的產物 絕疾打4關的時間 會比禮霸塔 20關的時間還要再縮短非常多 所以對於有能力打絕疾的人 絕對是好事 但是對於一些新玩家 或是包包比較淺的玩家 這個30珠會更難的取得喔 所以這個絕疾比賽 如果不會出現轟絕的話 我就覺得還不錯 畢竟這個30珠大家一定都還是想要得到嘛 所以自八道後面碰到 轟絕關卡是遲早的事 那這邊主要就是等米西會怎麼 這個排成啊 就是我們要自八道幾次 開始給轟絕 這個是不是 我們要再判斷的 就是要再等著看的 然後本週受神化的趙雲 終於受神了 早期打十五玉的牆角 那反傳 掃雷升級成超少 欸 多了一個反板塊 能去的關卡變多 SS會有短說就是讓這個SS 更快洗出來以防萬一嘛 那神王蜂M呢 禁忌之域的奈洛是魔人 那神王蜂剛好都沒辦法對應到奈洛的種族 這邊就只能先拿著當資本 那友情部分呢 就是受神成這個時代的強度 趙雲受神化個人覺得還OK 這個圖面超新爆的 那次正常就十五玉嘛 然後多了一個二十玉 然後一代恩兇是可以帶上去的 然後下週生放時間十五月十六號 估計新超售限定就會登場 那這是本週的好運怪物 那麼感謝各位觀看 52號祝各位攻略愉快 謝謝大家拜拜